师父 前夕闻降了 当真 但前夕闻说 他要在城门对师父受降 要让百姓们都看见 这又何难 只要他肯降 就偷依了他 本帅如今 便将圣公所赐之御护 转赠前老 你们当中 也许有人上过老夫的课 聆听过圣贤之道 都说 大丈夫 应当不平则鸣 仗义死结 然而 破城之时 却无一人为之 更甚者 投敌求生 婴儿老夫想 身为如是 唯有魏道 方能为往胜祭绝学 方能提醒世人 这圣贤之道 是真的 陈西文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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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爹 师傅都带 把他们都杀了 师傅都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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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劝降的结果 师傅都杀了 师傅都杀了 师傅 钱锡文方才痛骂宁义 看来 这宁义是被蒙骗了 在下也没有了到 所谓未到 其实也就是 在适当的时候 死给你看 老夫只想证明 确实是有人抵抗过 免得日后 热血光复之时 找不到可以说的名字 非常人方能请非常之事 你要留下有用之身 静待来日 那些贼寇 长久不了的 将来 若有机会 你就将此事 当故事一般 说给别人听吧 神经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